长宾分住所接获长宾邮局通报 有民众要以现金跨行汇款 但是金额近台币5万元 行员不敢大意便进行了关怀提问 经过了解 民众表示是向数位谋生的大陆网友 购买保健食品以遭诈骗 索性远景及时到场 劝阻让民众免遭受到损失了 日前长宾分住所接获长宾邮局通报 有民众要以现金跨行汇款 但因为金额近新台币5万元 邮局行员不敢大意便进行关怀提问 询问现金用途以及与对方关系熟识度等 但是该民众之无其词 表示向数位谋面的大陆网友购买保健食品 疑似遭到诈骗 而接近的行员立即通报远景到场时 与邮局行员会同劝阻 终于劝民众放弃汇款免遭损失 根据了解这位民众当时前往长宾邮局 要跨行汇款进行台币5万元 而邮局行员察觉有异状 主动进行关怀提问 而民众也表示汇款对象为大陆网友 且是首次向他购买保健食品 而行员当下判断可能是诈骗案件 立即通报长宾分住所求助 经过查询汇款账户以云重重 再三劝阻民众放弃汇款 之前接过长宾邮局通报 有一位民众自柜台要办理跨行转账 那金额大概有5万元台币 那柜台人员就进行了关怀提问 那感觉到有异常 因为民众知乎其耻 那经警方到场去了解这个状况 发现那民众是要汇款去购买保健食品 那这明显是一个诈骗行为 那再经过行员与我们警方的不断劝缩下 那该民众才放弃说要汇款 那顺利的拦住这个诈骗 根据金融机构全国统计 截至到今年2月 金融机构透过林贵关怀 成功拦住了7979件的诈骗案件 中共涉及汇款金额 约新台币42亿元 而成功分局也表示 这一次邮局行员能够及时通报 在警民合作之下 阻止民众重大损失 而未来成功分局也将持续 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 严守防线 这判罪成功证报道 下来 能够